有沒有其他人要跟我分享? 就是因為在場有蠻多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然後有一些也是在台灣唸書的 那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們的觀點 在馬來西亞,身為華人 在受教育的權益這方面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限制和一些困境 那麼如果十年、二十年後 那你的子女在馬來西亞接受教育 你希望那個教育體制可以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想聽聽看 我怎麼稱呼你? 姓林 哈囉 我叫小雞 小雞 雞 小雞,你逼流的那個嗎? 是是是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回答 你講什麼? 我講什麼? 好,簡單來說就是你覺得身為華人 你在馬來西亞受教育有沒有什麼不利的地方 不利 對,那這個不利的狀況 你希望未來十年、二十年怎麼樣去改變 是你所希望的 你講的不利是我們求學的那個教育品質還是說我求學任何的不利嗎? 嗯 因為這分兩方面 如果你是說教學的品質還是說像那種顧打制的 那就有兩個方面的回答 顧打制 好,可以先講好像顧打制 顧打制當然有相當大程度的 因為我們就去大學很難嘛 嗯 不過進大學很難 但是這個 就是你要的科系啊 每年我們就是一定要考最好的成績 然後進不到醫學系啊這種 不過這個東西我覺得有好也有壞 因為那邊的學校也程度也越來越低了 然後就是因為有這種困境才迫使我們就不斷的往外跑嘛 包括現在世界都平了 我對於這個 你成績夠好的話 講學金 新加坡也一直在撈馬來西亞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好處也有 壞處也有 不一定是壞事 我不覺得 我們就是有這麼多人不斷往外跑 然後學了新的東西回去 也很多人回去 也很多人拿獎學金 他能夠到國外去 然後拿了獎學金到國外 也是因為有這個契機 本來他只想去 但是 就沒辦法給他第一支援 他就想辦法 哎呀,我必須要出去 然後就拿到獎學金了 例子也大有所在 所以你說 所以未來十年維持現在的這個制度你覺得OK 這個制度已經維持快五十年了 我也想要改變他 你想改變但是沒辦法改變 不打字體廢除了 不打字體廢除了 現在是保留10%一定要 至少10%一定要是其他族群 不打字體廢除了 換個名義是吧 對,只是 對於未來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偏向於 像新加坡那樣 必須制定一個共同的語言 然後在學校裡面 但是這個配套一定要很好 我們有自由選擇學習母語的權利 也就是像新加坡一樣 共同科英文 因為這對大家都好 我們就破除了所有種族 我們就在一起彼此了解 才能促進團結 然後我們也不消滅你的母語 也不消滅你的文化 我們就讓它自由發展嘛 你就開適當的課程 或者是按比例的開啊 你幾個人就開嘛 甚至如果這學校的華人很少 我們就這個社區共同的學校 再開一個 就是語言課的時候 我們就集體去那邊上嘛 這次我覺得應該是未來要走 我們不可能一直捉著一個 語言不放 就像簡單來說 你去美國 你不可能說 你一定要學英文 理所當然 為什麼這事情在美國 你就變得理所當然 你去美國你就不會說 我們一定要保留中華文化什麼 沒有啊 我們可能是美國人嘛 然後你去德國 你不能在學校裡面靠腰說 為什麼沒有華人的語言 我覺得這個東西 必然要走到這個方向 因為文化的東西並不是說 再怎麼說 它是我祖輩的文化 對於文化 不一定就是中華文化 文化是一種人類活動的那個 所形成的一種東西 今天 你選擇 所以我對於別人說 你是香蕉人 我就非常的 覺得很反感 今天 你認同中華文化 你就選擇學習中華文化 那OK啊 那誰選擇 今天我 像新加坡人 我的文化就是 文化就是教會的 我新加坡各種族的人 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多元種族 教會的港口 今天我形成的一種特有文化 包括他們 Singrich這些東西 他選擇 認同Singrich 他選擇 認同西方的文化 那OK啊 那就是他的文化嘛 就如同 父母不能把 他想要的東西 一直灌輸在你身上嘛 所以 對於未來 我絕對就是 我的小孩啦 我應該是不會把他送進去讀中 那女孩們 要不要說說看自己的經驗 兩位 因為我是國民行中學的 然後 像剛才他講的 就是我們 除了歷史跟地理 我們都是用英文上課 只有歷史和地理是用法來文 然後 像我的學校 因為是國民行 就是 陶尾中學的那種 那種政府也很重要 所以 我們也是有強制信上中文 所以其實 這個是有達到那個 共同語言的那個效果 可是他外出就在於 因為 國民行 中學的 類似高考的那個 就是最後一個階段的 考試的中文 非常的難考 就是 他的 要求很高 所以 嗯 可能就是 很多人 為了讓他的成績單 看起來漂亮一點 就 選擇放棄中文 這就是我們 國民行中學的一個快處 就是 你能看到 越來越多人就是 不想要學習中文 因為 他可能就是讓你的 嗯 成績單多了一個 B ABC的B 也是 對 就是可能 不會有很美的A 所以 我們 現在 國民行中學 都 每年都有 都有在 嗯 舉辦那個搶救中文的那個 運動 對 對 就是希望 我們的華人可以 更加的 可以 就是跟 就跟 讀中有一個相反 更加希望 我們的 國民中學的 華人 可以更加注重 我們 就是這個 中文的這個文化 嗯 對 你自己的經驗咧 就是 就是自己經驗上 是中文可以怎麼選 就中文這一個科目 怎麼能怎麼出 只有選票嗎 你有考嗎 我有考 我沒有 哈哈 對 可是 嗯 因為我平時就是 對中文有興趣 學就還好 可是像我很多朋友 嗯 因為我們學校的強 強制性的 一定要考慮 嗯 對 然後 可是 像我平時 交談 我其實我身旁很多朋友 都不會有這種交談 這也是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過一些 中文學的一個現象 用英文還是用馬來的交談 英文 不是華文 其實 裡面還是有一些 民族跟總部考驗 必須要 直接一點 那另外一位女孩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是獨中系統對不對 嗯 那你要不要談一談 所以你以後會讓孩子 你的孩子念獨中嗎 會 會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知道 所以 所以 中文 暫時不可能被改變 因為他們認為說 我們華人不唸中文 要唸什麼對不對 嗯 對嗎 完全沒有引導師喔 可是我覺得 嗯 因為我在 就是我有認識 一半大概唸獨中出來 然後 一半是唸 他們都稱他們為 Local High出來的 那 我覺得語言這個東西 可能跟學校教育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而是家庭教育 嗯 因為比如說我有兩個 一個 兩個都念Local High 那一個他們家是 他完全不會講中文 那一個是他 中文跟廣東話 就講得很流利 可是即使他們在Local High 可能兩個都有 拿中文課的這個課 可是我覺得這個學校成分 好像就沒有那麼大 對 英文之後我還沒理清楚 就是 語 就是我們一直環繞在 語言 種族跟文化 然後這三個建築到 一個認同 就是 他彼此間的關係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要問什麼問題 可是我覺得就是 他就是一個很 很 很複雜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解 然後 我後來後來想到 華語學講 就是馬來西亞的獨中道友 他存在的必要性 我只是在 其實這可能有點 我開始 明明還那種不一樣 就是 就是因為 中文他 就是因為我覺得 他就是 對我來說 語言就是一個用 那 他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用 那我學中文 其實你叫我回去 再說我國中高中 學了什麼歷史地理 其實我也忘了 他到底有沒有那個必要性存在 我覺得 嗯 就是歷史地理 那種很種族 很政治性的東西 有沒有 我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對我來說 中文會用就好 然後 後面的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 認同感的東西 可能 跟教育確實有關 可是他的關係 到底有沒有那麼大 就是 也是一個 question mark OK 其實你 好 我 我 我就是 我覺得這種 種族 怎麼認同的啊 即便是在台灣 也是有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到了現在 國小到國中 高中的課本裡面 還是會把中國這塊 特別拿出來講 就算他的色彩已經很淡很淡 可是他還是會編列一個中國師 我 以前從來都不會去思考說 這件事存在有沒有它的正當性 可是一直到我大學之後 嗯 接觸了一些學運的運動之後 我才發現這件事的存在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我們輕一代的學生來講 中國還就是外國 他不是屬於台灣 而台灣從來沒有自己的色彩存在 沒有 沒有自己的身體 對 對 我們的國旗也不是屬於我們 對國旗 所以這句話很奇怪 對 但是這就是 我們的任意 問題 對 好 其實這兩個問題可以就回才來看 剛剛那個其實提問人 你其實提的問題裡面 答案就在問題中 沒錯 可以在文化啦 語言教育 它其實就是構成你的意識形態 一個主要的一個媒體 我利用讀中教育告訴你說 中華文化很重要 你沒有念中華文化 你就不懂你的過去 你就不會是一個完整的人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的 賣過論書當中 你會不會讀 你會不會想要念中文 這其實是肯定的 你不然回去 讓他們兩個女孩子回去 試試看跟他爸媽講說 爸媽就是我們不要再捐錢給華孝 你以後都不念華孝好不好 爸媽掀桌 他們 對不起 我回答完 對不起 因為他們會認為 這是對他們文化的一種 徹底的跟隨 這是他們一直存在在前世裡面的一個交易性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但也許我們是一代的一個新的認同說 不認為語言會是一個構成的 你主要人格跟背景的一個重要的媒體物 但實際上 他在裡面動用了很大的一個運作被影響力 不然 我們為什麼要念中文 我們為什麼要講中文 包含他們講華語 我也就是很明白的一個指稱 華人講華語 享有華人的文化 謝謝 答案 我也很抱歉 答案 會太合集了 原來我也是想到一個比較 比較世俗的問題吧 像剛才把那幾個學校分三種 獨立中學了 然後還有 國民進中學 還有另外一個我忘記了 我們是 我聽當地人他們 他們在 他們小學好像就要開始考中學了 我就要思考 對 小學就要考中學 然後我就 我就聽到有一些人 就會拼說要考中學校 像我聽到男生最多說的 比如說冰城的人 他可能會說 我要考中林 我要考冰華 這類的 然後他們就說 唉唷我不想要去馬來校耶 我不想要去馬來校 然後我在想說 那所以 除了這個 學語言方面 會不會會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 校牌的一些什麼 藝術啊 然後我是比較好奇 為什麼他們會有跟 什麼 馬來校這樣子 然後我是比較少聽到 可能是我身邊人的關係吧 比較少聽到 比如說獨立中學 他們好像都是分類為 比較有權利之面 所以我聽到 所以這是怎麼一回事 權利比較貴啊 因為完全就是我們私立學校的概念就可以了 哦 就是有校董團 那 呃 對 除了一個經濟考量之外 就是語言的考量啊 另外就是說 馬來語聊太長 真的就是 馬來西亞的華裔 有 真的我認識一部分 他們的馬來語不是這麼好 可是他們覺得是 沒有無關緊要的 因為 所以 就正如那個小資料所呈現的一個 馬來西亞內部的人口組成版圖 的確就是 華人跟華人比較熟 那 姑且不論是他們學校教育的背景 所以衍生出來的一個朋友圈 狹隘的問題 這其實也是一個很更正經的問題 我馬來語不太熟 我自然就少了馬 馬來朋友 那我印度語不太會 那印度人他的馬來語又 又跟我講馬來語 那我又不會 那講英文他們可能又 聽不懂 自然就是不會有接觸 所以 的確喔 在這樣的一個教育制度之下 從我剛說的話喔 他的確被認為是 持續在 讓馬來西亞內部總部 壁壘分離整個教育制度 但目前你要跟處他沒有辦法 你會讓整個華人非常緊張 但我剛有說過 從人口比例 華人人口比例的下降 馬來西亞人是非常樂觀其成 他認為說慢慢讓他消失 可是 正是因為馬來人認為慢慢消失 讓整個華盛興起了 就渲染大波 我剛把那個人口的比例 呈現出來之後 其實他背後的那一個 一連串的一個政治報道 就說怎麼辦 我們華人人口影響力比例下降怎麼辦 他們開始內部檢討 可是他們後來發現 華人人口比例是穩定在上升 那原因到底出在哪 他說其他其他的種族的人口比例 更快的在出生的時候 他們影響力就會下降 所以從影響力下降 他們就可以連接成 怎麼辦 我們的文化要備受威脅 我們的政治 政治的那個地位也會備受威脅 所以我要說的是 他們對於語言文化的這樣的一個焦慮 都一直潛藏在他們的意識裡面 所以你現在說要把獨立充決完全根除 就是他們會崩潰 你會徹底要摧毀一個 他們賴以為生的一個文化全程師團 他們會拼命的 我相信是嗎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包含就是哪一種榴槤品種最好吃的 好嗎 好嗎 沒有嗎 那 OK OK 不是可以做一個小總結 做一個總結然後結束這樣子 做一個總結結束嗎 就是 其實我在接受這個邀約的時候 我非常焦慮 包含 我昨天就是 也睡不著 躺上床站睡不著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把我心目中的馬來西亞給呈現出來 其實我在 我一直到現在都不斷的在關心著馬來西亞 那我現在更進一步的議題 就是說馬來西亞的中文詩 中文詩本身很吊回 馬來西亞 它的國立大學裡面有中文詩 就是馬來亞大學 那另外一間有中文詩叫做 伯特拉大學 廟就廟在 中文詩是被擺在外國語文學系裡面的中文組 那 這樣的一個從系降成組的 也在前幾年的 馬大裡面 也開始有這樣的一個聲音是 我們是不是需要保留中文詩 因為中文詩在他們裡面 是一個非常調整的存在 那 而且這個中文詩 其實就延續著 呃 南洋大學這樣的一個系統脈絡下來 而且 更為再直接一點說的是 南洋大學 包含 加坡國立大學早期的師資 都是從香港跟台灣 聘請過來的 他們包含有錢穆 錢穆在馬來亞大學裡講師 還有蘇雪林 五四運動的 有名的文人 甚至現在的那個香港文壇大佬 他也曾經擔任過馬來亞大學的老師 所以 當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共享學術圈 跟共享師師的時候 他們當然把中國的一些 東西研究的東西都傳傳過去 他們馬來亞大學裡面還有敦煌學的歷史學家 所以 呃 在他們建構 究竟他們要什麼樣的一個中文系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映照出來的折射在自己身上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文化 他們是不懂的 呃 不能這麼說 他們是 希望所有東西都可以被容納進來 他們生怕自己 用歷史的語言來講 他們生怕自己成為一個 在國外 卻不懂任何自己本國文化的外國人 他們會哪裡都不是 在馬來亞亞 他們不是馬來亞人 回到中國 也不是中國人 他們是永遠的妄想者 可是這個互相是懸浮在 呃 陸地之上騰空的 中國文化的一個精神素養 這是他們的一個交易所在 那呃 今天非常謝謝 有機會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所研究的一個華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當然我在研究的時候 的確有被 有被馬來西亞人懷疑說 你是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要做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因為我吃過榴槤 其實我當下是覺得 那時候年紀不懂事 覺得有點難堪 難道我就不能做我喜歡的議題嗎 可是後來我發現 他們的問題 我現在當然不會就這麼玻璃的被中傷 因為如果從人類學的角度來切的話 我不做 我有興趣 不做的話 我要怎麼去把我的 從我的視野講出的那個馬來西亞的故事 告訴更多的人聽呢 如果他們自己不講的話 所以謝謝大家 沒有因為我是台灣人的身份去質疑我 為什麼要做馬來西亞 但其實我很喜歡馬來西亞 對 下次拜託去馬來西亞玩的時候 一定要吃榴槤 還有這個 那是鹽漿飯 椰漿飯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好 謝謝大家